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怕人类在它们面前伤害同类 它也不会对人类发起袭击 说它啥也不合适 因为当别的动物看到镜子乱撞时 它已经懂得站在镜子前欣赏自己的美貌 而且在有些方面 它要比人更敏锐 海豚有个外号叫天然必超 可以用超声波来探测月妈肚子中宝宝的健康情况 这种能力要是被人类掌握了 不知道我们的认知会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提升 但遗憾的是 海豚高估了人类的善意 人类也低估了海豚的智商 英国BBC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 给海豚说话的女孩 这部影片记录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一项动物实验 这项动物实验曾一度被拿塞秘密封禁 直到纪录片发布后才被公知于众 而它的背后竟然还隐藏了一个 关于外星语言的秘密 今天我们来聊聊它的故事 在加勒比海域维尔经岛上有一座奇特而破败的白色建筑 这里曾进行过世界上最残忍的动物实验 而整个事情的经过 还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说起 当时一个海豚研究团队来到了这里 他们觉得通过教海豚学会说话 能实现人类与其他物种的首次沟通 如果实现与海豚的沟通 那么是不是就有可能实现与外星生命的对话呢 于是实验人员就把实验室 设置在了偏远的加勒比海域岛上 并起名为海豚之家 那个年代 动物实验非常盛行 像星球崛起里眼的那样 训练灵长类动物学习也十分常见 但因为研究灵长类动物迟迟没有进展 其中就有个叫约翰·里利的大脑研究专家 就和妻子玛丽商量 要不要突破一项 研究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 海豚 当时的研究者都做着疯狂的梦 夫妻俩的想法也很快得到了 美国主流科研投资团队的支持 于是在这座海豚之家里 里利夫复用投资人的钱 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户外游泳池 游泳池与海水相连 方便海豚放松游玩 而潮汐还能起到清洁的作用 时间来到1964年2月 此时 一位叫马格丽特的22岁年轻女性 来到这座岛上旅游 她听岛民说 岛上有一座奇特的房子 里面养了好几只海豚 这让她感到十分好奇 于是决定前去观看 结果参观完海豚后 她突然决定要留下来 成为那里的海豚研究员 因为她实在太喜欢 这些海洋生物了 马格丽特在岛上的任务时 负责海豚的模仿训练 通过各种方式鼓励海豚 模仿人类语言中特定的生意 这对于年轻且没有经验的 马格丽特来说并不容易 直到后来 她遇见了一只特殊的海豚 时间来到1964年8月 此时 马格丽特的研究对象 是一个叫皮特的雄性宽门海豚 一开始 皮特并不积极 总是自顾自地玩耍 不爱和人互动 在推进实验进度方面 它算得上是班里垫底的差生 除它之外 实验室的其他两只海豚 都进行过了人生模仿练习 为了让皮特尽快上岛 马格丽特想到了一个大胆的办法 她起草了房屋改造方案 重新设计楼上房间的布局 改变房间的形状 并做了防水处理 创造出了一个半路地半水的二式仪厅 在这个半水环境中 她会和皮特生活在一起 假装自己是她的同类 马格丽特的非凡实验开始了 她几乎所有时间都和皮特待在海豚之家 像母亲教孩子说话一样 用英语叙叙叨叨地和皮特聊天 可皮特貌似对外面的大海更感兴趣 为了吸引皮特的注意力 马格丽特直接把自己的嘴涂黑了 这样就像海豚的气孔一样 皮特能够更好地看清楚人类的嘴型去脸 每当马格丽特张开黑色的嘴巴大声读词时 皮特就会停下来多看两眼 读出新才的尝试 再加上传统的教学方法 就这样手把手地教了几个月 结果奇迹真的出现 海豚皮特展现了惊人的学习能力 不到两周 他就学会了说问图 飞 这些数字 还有嗨哈喽 这种简单的打招呼 并且最终学会了七百多个英语单词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皮特并不是简单的鹦鹉学者 因为当马格丽特对他说work workwork 意思是叫他学习时 他竟然能听懂 并且回答ぱ云 ぱ云ぱ云 告诉马格丽特他不想学习 他想玩手 甚至当皮特想吃鱼时 他会对着马格丽特说 fish 意思是他想吃铜里的鱼 虽然有些词发音并不是很好 但这是受险于海豚的气孔结构 如果有更高级的声带 或许他们真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 这实在太令人惊讶了 但当实验获得显著成效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时间来到1965年 此时 李丽夫妇把投资人的钱 已经花得七七八八了 虽然皮特的表现让人惊喜 但实验室内部也产生了一些分歧 李丽夫妇认为 和马格丽特教彼得说话相比 对海豚之间交流的研究更有价值 于是李丽为了快点出研究结果 转向了自己以前非常抵制的一个实验 那就是为海豚注射一些精神类药物 促使其产生明显的沟通反应 但是这类药物是有副作用的 可能会导致动物窒息 可这时的李丽急火攻心 早就把当初和海豚 芝加合影的热情丢在了脑后 在给皮特注射完精神药物后 他立刻让马格丽特来观察 要知道 海豚的听觉非常灵敏 能利用声波感知周围环境 这回总该有点不一样的反应了吧 但皮特还是和往常一样 和马格丽特说着英文 让他带着自己玩球 看着这样的结果 李丽彻底回心 到后来 皮特越来越不愿意学习 只想和马格丽特亲近 他每天用各种方式 来吸马格丽特的注意 当马格丽特因为去上厕所而离开他时 皮特会变得烦躁不安 当马格丽特跟别人通电话时 皮特会对着电话大喊大叫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精神药物的缘故 总之他开始吃醋了 在实验进行到第四周时 马格丽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这一周 皮特的那个部位对着他应了好几次 他总是把自己的身体 挤进马格丽特的双腿之间 说明皮特已经爱上了马格丽特 这让研究团队认为 实验正在向他们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后来因为实验迟迟没有效果 导致资金中断 海豚之家也被迫关停 李丽夫妇只好决定 把皮特和马格丽特强行分开 时间来到1966年夏天 李丽决定把海豚运回 他在曼阿密的另一处私人实验室 在告别的前一天晚上 马格丽特和皮特促膝常谈 皮特把脑袋埋在马格丽特的怀里撒娇 那是马格丽特还安慰皮特 新家很好 环境和这边差不了多少 别担心 你也会有新的小伙伴的 但事实上 曼阿密郊外的这栋建筑里 不仅没有自然光 也没有训练员 就连水池也小得可怜 这个噩梦般的房间和海豚之家的环境 兼致有着天壤之别 直到几周之后 挂念心切的马格丽特 突然接到了一个 从曼阿密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里 他听到了一个 让他悲痛一绝消息 原来 皮特到了新家之后 发现马格丽特就像消失了一样 开始变得异常愤怒 他不停地在水池里游来游去 不断喊着马格丽特的名字 不吃也不喝 但马格丽特再也没有像往常样 出现在他的身边 几个星期后的某一天 皮特一动不动 潜在水池底下待着 不吃不喝 并且拒绝浮到水面呼吸 他在用绝食的方式 表示自己的抗议 几天后 他就这样活活把自己憋死了 这种海豚自杀行为 在当时震惊了整个研究界 没有人能够理解 这只海豚居然会为爱殉情 这不是人类才会有的行为吗 事情到了这一步 马格丽特和前实验室 所有的人员才意识到 原来海豚是那么有情有义的生物 自己真的是做错太多了 那次实验过后 李莉开始在社会上不断奔造 呼吁反对人类血养海豚 她的倡议和描述海豚的著作 改变了公众对海豚的看法 后来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 美国国会通过了 美国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案 而马格丽特 则选择永远留在岛上 她后来买下了这座实验室 改造成了自己的家 并一直住在那里 她想用一生来纪念 那只曾把人类真心 当成同类的伙伴皮特 这让我想到 曾经火爆全网的小项莫莉 在她是网红项的时候 千万人围着人家唱生日快乐歌 过期的时候就被卖到河南 拴上脚料表演 而海豚皮特这实验室有用的时候 把人家当个宝贝 在实验室没了 就随便找个地方处理掉 那样动物会怎么看待人类 真正愚蠢的又是谁呢 不过这次实验 因为涉及伦理道德问题 资料和档案 在当时立刻就被封存了起来 一直没有对外公开 直到2014年 这次实验才终于被解密 在保持了50多年的沉默后 年老的马格丽特 终于对英国比比斯 说出了这次实验的一切 比比斯则把它拍成了一部纪录片 并公布于众 而纪录片的名字 就叫做《与海豚对话的女孩》 在这部纪录片中 面对比比斯对它的采访 马格丽特自始至终 称呼那只海豚为皮特 而不用它这个词 显然 马格丽特早就把皮特 当作同类了 而不是动物 这就是历史上 隐瞒了多年的海豚实验 海豚不仅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并且含爱上了自己的老师 甚至还因爱情而伤心决绝 这让脑部军在心里 产生了一个疑问 既然海豚这么聪明 不仅能学会人类的语言 还会对人类产生爱情 出现与人类相同的行为 那么它们为什么 没能进化成像人一样的 高智能生物 甚至产生自己的文明呢 这就要提到一个 非常著名的理论 英国人类学家 埃利斯特·哈戴 曾提出了著名的水源假说 他认为在400万到800万年前 非洲东北和北部 由于海水上涨 淹没了大片土地 居住在那里的古原 为了生存 逐步适应了海中生活 变为海生动物 海源 直到400万年后海水下降 淹没的土地重新显露出来 一部分少茅的海源 才回到陆地上生活 逐渐演化为人类 而另一部分海源 则选择继续在海中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逐渐长出了背茄和脚谱 甚至到最后为了快速游动 躲避猎食者 双腿逐渐变成了鱼尾 很多人猜测传说中的美人鱼 很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英国历史学家 麦克别一真特提出 大约700万年前 先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 阿法尔平原 曾是茂密的森林 后来由于大地构造过程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内陆湖 叫阿法尔海 据说正是这个 玉长成员的其身之地 由于树木遭水淹没 当时的猿猴为了生存 只好下树入水 更关键的证据还在后面 1974年是1月30日 美国古人类学家 多纳的乔汉旭 曾在这里发现了 死于350万年前的 著名类人生物漏欠的遗憾 根据现场考古情况来看 它是淹死的 陆湿的骨还躺在小中间 铜鳄鱼和龟的蛋混杂在一起 并且没有被猛受伤害和撕扯 后来 在偏南一些的地方 乔汉旭还在湖底 发现了13具陆湿同族的遗骸 这个发现也为 爱丽斯特哈代的水源说 提供了依据 而且水源假说还可以解释 人类的身体表面为何少茅 却有皮下脂肪 这与灵长类动物大大不同 因为光洁无毛的身体 与丰富的皮下脂肪 更是一在较冷的海水中 生活并保持体温 而且人体需要出汗来调节体温 但这会浪费身体盐分 相反 灵长类动物却不需要靠出汗调节体温 反而具有对盐视入量的 控制与渴求的机制 这说明人类就是从 盐分丰富的海洋中来 而在这个星球上 海豚的聪明程度仅次于人类 它的大脑重量 几乎跟人类一样 在1.5千克左右 要知道人类的脑占比 是地球所有动物中最高的 大约是2% 而海豚排第2 大约是1.5% 另外 海豚大脑的神经元细胞为181个 比人类的130一个还要多 所以海豚在大脑综合数据指标方面 是远远强于其他动物的 它们仅次于人类 所以很多人怀疑 有没有可能海豚和人类 有着共同的祖先 就是400万年前 就有海中生活的那批海员呢 这也就解释了海豚 为什么经常解救落水的人类 将溺水的人脱举到水面上呼吸 就像解救自己的同伴一样 它们甚至会为了救人类而予以鲨鱼搏斗 但是海豚由于生活在水里 它们无法进化出像人类一样的双手 于是也无法制造工具 所以阻断了它们继续向更高一级进化的道路 没想到吧 相隔400万年 海豚还是会认出自己曾经的同类 但是400万年后的人类 却把同类当作宠物 猎物 甚至是食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